小鱼鱼奇妙的邂逅 两天的小故事 今天是2020年8月29日星期六 两天前夏威夷又重新开始严格的禁闭 在未来几周限制包括餐厅不能堂食 美容院、理法院、健身店不能开门经营 个人活动也限制不能登山 公园关闭、登山路径关闭 但是允许游泳以及海上活动 我今天屋外活动的选择只有到海滩去游泳 一路上路况十分安静 原本安静能带给人们平静的情绪 舒适的感觉 可是在疫情四下 四周笼罩着一种沉重的气氛 今天去的海滩叫阿勒摩纳海滩在公园旁 是一个很漂亮的海滩 平时很多居民和游客聚集 欣赏风景 步行、骑脚踏车、玩滑板 练习太极、游泳、海上活动、烧烤 拍结婚照、看夕阳、摄影等等 这个海滩公园有很多车位 不过平时要找一个车位也不容易 现在已经风起来了 不能停车 海滩公园隔着一条马路就是夏威夷 最大的户外高级购物商场 我就在商场的停车场停车 整个停车场竟悄悄没几辆车子 停车后过马路绕了一个圈子才来到海滩 我一边行走一边拍照 我热爱大自然 喜欢拍照 同一个风景我每次去 我每次都拍照 走着一辆警车从影面而来的方向 慢慢行驶过来 我看看警察 警察看看我 他那面无表情 夹带复杂的眼神 猜不着什么心情 也不用去猜 多余的 原本当警察跟保安的人在职的时候 通常都是面无表情 那也是对的 因为要竖起一种严肃的表情 不苟言笑就是他们应该有的 但是在菲律宾可不一样哦 去年我去菲律宾的时候 一个商场门口站着一个背着长枪的保安 那是真枪哦 可是却没有一点在战场硝烟的气味 也没有严肃到你不敢靠近 我走近问他 我要跟你拍照 可以吗 他说 可以啊 然后就亲切的好像我弟弟一样在旁边摆pose 话归正题 我抱着两个浮条去游泳了 其实啊 说的好听是我去游泳 但是我会游却不会浮起来 什么会游不会浮 你们给我搞懵了吧 也就是说我是靠浮条将身体浮起来 而不是靠呼吸或臂气 可是我发现这个浮条有它的好处 除了游泳以外 我还可以在海里做伸展的动作 不管身体哪一个部位的伸展 只要你觉得你身体可以接受 你就尽管去做 身体延伸比你在陆地上做好很多 身体浮起来少了很多限制 所以我建议喜欢做伸展的朋友 应该抱着浮条去海中 试试做伸展的动作 征服允许游泳 海滩上却人数不多 人们都懒得动了吗 还是因为要多走几步而不想去 蓝蓝的天空 飘着一朵朵小白云 明媚的阳光 洁白的沙滩 眼前美丽的建筑 这景色真是令人陶醉 夏威夷真的风景 还是那么美 社会却那么惨淡 这里是夏威夷潭乡 通常是中心也是靠近机场 偶尔看到飞机飞过 心里想现在搭飞机是多么的无奈啊 绕了一个大圈开始画给正体 我把福条横夸胸前夹于腋下 有时把它绕到后面也夹于腋下 然后尽情游泳伸展 我看到一条绿色东西大约两公分 我以为是植物的新苗掉下来 漂浮在海面上就没有理它 过了一阵子又看到 我用两个手掌去捞它 哇!它会有洞 看清楚一下原来是一条小鱼 它背部是绿色 肚子银色 中间夹着一条蓝色线 觉得很有趣 我就跟它说 小鱼鱼我刚才把你当成植物了 为什么只有你自己一条小鱼鱼呢 你的朋友呢 你的爸爸妈妈呢 鱼儿应该都是成情绝对的 为什么你只有你自己呢 接下来它就一直在我眼前游来游去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我慢慢的往后退 我退一步它就往前游追到我眼前 我再退一步它又追到我眼前 就这样退了一阵子之后 它仍然游在我眼前 已经很济浅的海滩 我必须游到深处去 当我在深水处停下来的时候 我以为我无法看到它了 但是我还是说了一句 小鱼鱼你在哪里 我的天啊 它竟然出现在我眼前 不可思议 我一直在想 是我扶条吸引了它吗 如果是 为什么我看不到它的时候 我每次说 小鱼鱼你在哪里 它都会出现在我眼前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只觉得这是一种奇妙的事情 我通常在海里活动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离开 可是今天就是因为小鱼鱼 我停留超过一个半小时 我还是依依不舍的离开 离开前我跟小鱼鱼说 我明天会来 我想见到你 现在我去拿手机来给你录影 然后我走到岸上去去拿我的手机 哎哟 手机没电了 这么巧 我走回去海里去想 找小鱼鱼 没有见到它了 我就离开它了 明天再去游泳 看我有没有缘分再遇到小鱼鱼 第二天 8月30号 我去到海边 就把手机拿到海里去 看我能不能见到它 然后走到海里去 我没有看到它 我就开始入海上 然后我就把手机拿回岸上 放到袋子里面 然后再回海中去游泳 过了一阵子 小鱼鱼出现了 然后今天我原本以为小鱼鱼是不会出现的 没想到 它还出现了 但是今天就没有像昨天那么奇妙 虽然它还是绕着我转 但是 有时候我说小鱼鱼你在哪里 它就没有再出现了 那我今天也是在海上待了一个多两个小时 然后就回来了 那看看如果下这个星期我去的时候 我还能不能见到它 故事到这里 结束了 我很喜欢做视频 如果有信息做视频的朋友 想跟我合作 可以联络我 警察骑那个沙滩车 好酷啊 他在拦了一个滑板拦 还有两个复兴的人 今天是3月30日,2020 这里是Alamona Beach Park located in Honolulu of Hawaii 在沙滩沙滩沙滩 现在是Honolulu的暗门 但游泳和游泳在沙滩 你能看到几个人 现在有些活动在沙滩 但也没有很多 人们还不愿意走多 过去沙滩沙滩 在沙滩沙滩 这里面是应该是否在沙滩沙滩